母親節當天由機動室錘球委員會舉辦的市長盃錘球錦標賽 在八斗子錘球場熱鬧舉行 總共有12隊參加比賽 市長謝國良親自到現場為比賽的選手們打氣 而選手們也為謝國良加油 我們給市長鼓勵 獅子人 加油 這裡很漂亮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錘球場地 等大家報告 這個附近其實就是我們的遊艇碼頭 未來我們在看這個遊艇的地方 會有納入一個小的購物中心的一個都市設計 所以讓大家在八斗子 未來有海灘 我們跟海大的合作 有遊艇碼頭 也有好的錘球場地 讓大家可以充分的運動 而且越運動越健康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謝謝 我們繼續的努力 來把市政做好 那也打造更好的錘球空間 讓我們更健康 運動更多 更長壽 更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錘球朋友會 在一個錘球的空間會更愉快 但是現場你看我們去年度把我們球場的這些 休息區都打造出來的 所以就給我們一個過去不是這個平民區的感覺 現在是變成一個五星級的感覺 5月25有一個全國會長輩的錘球賽也在這裡 6月1號有基隆市運動也有錘球 所以我們市長把所有的大比 尤其是下個禮拜的大比賽 很多選手都已經報名 有將近12個縣市 希望說我們多辦一些錘球運動 讓我們這些大哥大姐們 多運動身體會健康 我們各位大高大姐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很開心 今天是母親節 在這裡可以看到大家這麼有活力 在這裡代表議長 就讓今天的比賽 大家都可以拿到我們心裡面的目標 瞬間機動式錘球委員會主委的市議員 秦珍進一步表示 這次的市長杯錘球錦標賽 總共有12隊參加 其中更有兩隊來自宜蘭縣 互相比拼錘錘球技巧和實力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